自从2023年4月初以来 越南榴莲价格迎来了过山车式的波动 尤其是湄公和三角洲种植的榴莲 价格暴跌30%到40% 当地批发价格每公斤5万越南盾 至55000越南盾 大约14.71元到16.19元之间 种植大部分榴莲的越南前江省 和秦居地区的榴莲价格比2月份的时候 暴跌了70%左右 很多榴莲供应商表示 价格下跌是因为中国买家减少了采购量 今年前两个月 越南榴莲是对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水果 同比增长291%至3.9亿元 但是这个季节刚好是榴莲大上市的时候 越南榴莲供应量很大 当地一些果农每天能收获数百吨左右 今年这个时候 中国的水果经销商并不急于购买更多 因为泰国榴莲和菲律宾榴莲 也到了成熟收获的季节 泰国长期以来 一直向中国出口大量的榴莲 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渠道 而且泰国榴莲在中国的销售网络 还在不断扩大 而菲律宾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 获得了向中国出口榴莲的许可证 尤其是菲律宾都勒黄金普亚榴莲 在中国市场很受欢迎 相比之下 越南榴莲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出名的品种 2022年 榴莲是中国进口水果金额最大的品种 达到278.5亿元 进口量82.5万吨 因为榴莲稀缺价格贵 比其他水果更有利可图 国内一些水果商人也开始种植自己的榴莲 以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中国在海南岛拥有超过1395亩的榴莲种植源 除了泰国 菲律宾和中国海南的榴莲竞争 老挝也看上了榴莲市场 最近老挝已同意播出45万亩农业用地 专门为中国市场种植榴莲 如果老挝真的开始实行榴莲种植规模 相当于越南榴莲种植面积的27%左右 在可预见的未来 越南榴莲将不可避免的 面临更多的市场竞争 或许它可以超过老挝榴莲 但在泰国榴莲和菲律宾榴莲面前 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一旦中国的榴莲种植成规模化之后 榴莲在市场的价格将会进一步下跌 即使不能让每个人实现榴莲自由 至少也能让榴莲价格跌破10元以下